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因为Diego受到了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的邀请 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关系 因为Diego是共产党员 他非常向往当时俄国苏联的这样的一个成立 然后他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向往 所以说他是代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身份 可是结果他被美国的洛克菲勒 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大资本家 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来邀请 来为他们家里的为他们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来做壁画 结果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 好然后Diego呢把他当成然后他可以去美国发展 然后去美国去宣传他的关于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可是呢洛克菲勒家族呢他们请这个Diego来 他们只是想借助一个因为他是墨西哥人 他们只是想在就是可能就是已经厌倦了这个包括在法国呀 或者欧洲这边呢或者说在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他只是想找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的 或者说是一种新鲜的这样一种艺术风格的画家来给他们画画 所以说他们干中的并不是Diego的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好结果Diego呢就兴冲冲的来到了美国 可是呢来了不久以后呢 所以说他的画呢后来很快就出现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在洛克菲勒这样一个很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资产阶级的 代表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样一个建筑里面 结果呢Diego画的画开始草图还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画着画着呢因为Diego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情怀 所以说呢他就把那个画呀有些人物这么画着画着就变成了列宁的头像 然后画着画着了就变成了当时在苏联很有名的一些革命者的头像 那么这样呢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就不能容忍了 因为他们可以允许一个共产党员的画家来为他们家来画画 可是他不能容忍这个画作的内容也是和共产主义有关的 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因为他毕竟在美国啊 而且洛克菲勒家族的影响又如此的巨大 所以这样呢他们就要求Diego改画 可是Diego作为艺术家他当然不可能改他的画 他说我不是有意把他们变成列宁的 他说我画着画着他们自己就变成了列宁 因为Diego是凭着他的满腔热情在作画 包括他的这样一个政治和革命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在作画 所以说Diego说我不是有意的 他们自己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呢洛克菲勒家族是不能容忍这样 结果呢Diego又不能改画 后来呢结果洛克菲勒家族因为他们才大气粗嘛 他们就把酬金把钱全部付给了Diego 然后呢结果呢就当着Diego的面 把整个壁画墙砸掉 把整个画给毁了 所以这样呢Diego呢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在美国的这个发展 或者说这样一个美国梦的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破灭 所以就发展的开始是很开心 结果后来就很不顺利 结果这样呢Diego呢后来呢就非常的郁闷 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个状态下回墨西哥 可是呢Freda在这个状态下呢就已经就有点待不住了 Freda呢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新鲜 然后呢结果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以后呢 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结果Freda呢就也很想回墨西哥 但是呢Diego不愿意这样灰溜溜的走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僵持的状态 这样呢Freda就画了这幅画 他说我的衣服挂在那 这是Freda的墨西哥服装 这是他的墨西哥服装 可是这个墨西哥服装我们会看到啊 他一边牵着的是一个奖杯 牵着一个奖杯 可是呢到了这边却牵着一只马桶 他有一种嘲讽和讽刺 然后呢也有一点无可奈何的 在这样一个状态 好然后画面的背景呢我们看到 象征着美国的这样一些什么帝国大厦呀 这个林肯纪念堂啊 然后远处的自用女神像啊 然后这些高楼大厦 然后还有当时的一些好莱坞艳星 但是呢我会看到下面居然找到火 像火烧屁股式的那种 所以说这里呢我看到 好像是繁华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 但是呢实际上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衣服 人却不在这里 好所以这幅画作理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在心不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表达 所以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有些失落 然后好 那么像福利大呢和爹狗在一起的生活呢 并不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起起伏伏 当然福利大呢非常爱爹狗 他一直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为爹狗生一个孩子 尽管在18岁的那个车祸之后 医生是强烈的建议他就是你绝对不能够要孩子 可是呢福利大呢却很想为爹狗生 所以他就尝试了三次 但是三次最后都流产了 然后对于福利大来说这是他最大的痛苦 他觉得他不能够为爹狗呢生一个孩子 所以结果呢这个流产的过程呢 因为过去的医疗条件技术也不是太好 也对福利大呢造成了很痛苦的感觉 所以下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一幅作品 叫做亨利福特医院 这个亨利福特医院 好 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个名字呢 他把它叫做飞床 飞床 然后这个呢是福利大呢 当时在怀孕大概也是三个月的时候 就是他只要这个怀孕的这个月数一大 然后就会自然流产 然后我在福利大的那个传记小说里面会看到 就是福利大的朋友描述 他有一天呢他们住在福利大家里 在他家他住的那个隔壁 然后半夜呢就听到福利大的这样一个惨叫 然后就发现呢床上全部是血 然后就把它送到医院 结果呢医院呢因为医疗条件的原因 最后整个这个流产手术就持续了很长很久 所以造成很大的痛苦 然后福利大就在这里呢用一种象征的手法 大家看一下啊 他描绘了蜗牛 象征这个手术实在是太漫长 手术的过程的漫长 然后象征了他画了他失去了 他失去了孩子 然后呢他画着 在这个漫长的这样一个手术过程当中 非常痛苦的 我们会看到甚至有一个螺丝钉 然后在他的腹部 螺丝钉和他的腹部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很痛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下面 有他破裂的盆腔 就没有办法再复原的破裂的盆腔 然后还有花朵 然后象征着冰冷的手术台的机械的这些装置 所以Frida呢他会很直接的把他的所有的痛苦和难受 或者让他感受到难受的东西 他把它全部就很直接的直白的画在画面上 所以Frida的画作呢触目惊心 是因为他太直接了 他太直接 好下面我们看一幅 好这里呢有Diego 就是Frida的丈夫说的一句话 他说Frida的画作突出了女性的忍耐力 忠诚现实和痛苦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Frida这样 在画布上表现出如此痛苦的诗意 后期呢 Frida在画作当中表达的痛苦呢 其实对她来说真的是家常便饭 好我们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是姐姐克里斯丁肖像 这是Frida呢画的她的姐姐 很柔美啊 还是很柔美甜美的姐姐 好然后这里呢 这幅是Diego的壁画 在这个Diego的壁画里面呢 其实她也把她的姐姐画进去了 这是Frida的姐姐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是Frida 特别是我们通过连心眉可以判到 这位是Frida 其实画的还是很像 然后包括她画的她姐姐的像 和Frida画的她姐姐 其实还是蛮像的 好为什么会给大家看一个 她姐姐的画像呢 Diego呢最后呢 在美国非常的不如意 但是最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墨西哥 然后回到墨西哥以后呢 Diego呢就每天喝酒 然后也不画画 就非常的消沉 然后画师呢也没有人整理 然后这个时候呢 Frida的姐姐离婚了 是因为家暴而离婚 其实呢也是一位非常可怜的女性 好 结果Frida呢 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呢也是在同情她的姐姐 想给她姐姐一份工作 同时呢也看到 Diego的画师呢乱七八糟 然后Frida呢因为身体的原因 她也没有办法去整理她的画师 然后Frida就对她姐姐说 就请她姐姐 邀请她的姐姐 来给Diego的工作室当助手 就帮着去整理这个Diego的画师 也相当于给了她姐姐一份工作 然后呢她姐姐就同意了 好 结果这样呢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 Frida就非常让她痛苦伤心的事 她发现她的姐姐和Diego 居然有了暧昧之情 而且呢甚至被她做到现场 然后结果这样子呢 对Frida来说就觉得 因为在这之前 Diego已经不断地会发生 和她的女学生啊 模特呀 因为她绘画模特等等 包括女明星啊 就是不断地和别的女人的纠葛 然后Diego自己也说 她说我没有办法 让我的身体忠实于一位女性 好 但是在这之前呢 不断地发生呢 Frida呢其实也很多时候 她都知情也了解 但是这一次呢 却是Diego和她的姐姐 所以这一点呢 对她的打击特别特别大 Frida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 然后在她非常伤心的时候 她在报纸上 看到了一则新闻 然后那个新闻是 有一个男人 有一个男人 墨西哥男人 然后她刺伤了 就是用刀 刺伤了她的妻子 刺了十几刀 然后当这个男人被 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受审判的时候 法官问她 说你为什么要刺伤 你的妻子 你为什么要刺十几刀 结果呢那个男人就很轻描淡写的 说了一句 我只不过戳了她几下呀 她说我只不过轻轻戳了她几下 然后Frida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她也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气愤 但是同时正好她又经历了 Diego和她的姐姐 和她的亲姐姐 居然有这样的暧昧之情 所以Frida就想到 她觉得Diego不断的出轨 不断的在身体上 不能忠实于她 所以Diego来说 就好像只是我的身体 跟别人挨了一下 我只不过轻轻碰了别人一下 所以说Frida当时在看到 这个报纸上的这个新闻以后 在这个状态之下 她就画了我们下面 即将要看到的这幅画 但是这幅画可能是 在Frida的所有画作当中 可能是最血腥 然后最不能够让人惨不忍睹 不能指示的一幅作品 好 我们来下面看看这幅作品 就是这幅 只不过轻轻戳了几下 所以看上去 Frida在表达一个 或者在表现一个 从新闻上看到的一个世界 但实际上 Frida在表达她内心的痛苦 她在表达她和Diego的婚姻里面 他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状态 好 而且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从表现手法来说 Frida甚至把这个血 都溅到了画框子上 你就会觉得 那个血影溅到了画面之外 好 然后我们这里呢 有一句话 我们这里看一句话 Frida说 她说我生命中遭遇过 两次巨大的灾难 一次是车祸 另一次是我的丈夫 可是其实后面还有半句 她说我的丈夫 是最严重的那一个 所以车祸呢 带给Frida的是身体的巨大的创伤 跟随了她一辈子 但是她和Diego的这个婚姻里面 Diego的不断的出轨 然后给Frida所造成的 精神上的创伤 然后这里呢 有Diego的一句话 她说当我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我总想伤害她 Frida是我卑鄙人格的 最大受害者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从他们俩的感情来说呢 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相爱 然后Frida呢 因为Diego的不断出轨 最后伤心欲绝 然后Frida呢 但其实生活中的Frida 她本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即使她身体状况 其实经常都不是太好 甚至经常要做手术 住院 躺在病床 可是呢 Frida只要在Frida的身边 和她接触过的 这样的一些男性朋友 很快都会被Frida的魅力所征服 然后Frida呢 在最初陪Diego去到美国的时候 然后Frida是很 她也很有语言天赋 很快学会了英语 并且呢 学会了用英语里面的脏话去骂人 然后呢 甚至呢 讲黄色笑话 然后呢 在party里面大口喝酒 所以只要是有Frida 在出现在公众场所的时候 Frida就显得非常的有魅力 所以说呢 她后来很吸引她身边的男子 所以这样呢 Frida呢 也因此呢 就开始了 她对Diego的报复行为 所以她也和她身边的很多的男性朋友 也发生了这样一个婚类出轨行为 好 我们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叫做Memory Memory 然后我们看到这幅作品 Frida画了她自己 我们会看到 Frida的所有作品都和她自己有关 和她的生活有关 所以她说 我不画梦 我画我的现实 好 我们看这幅作品里 流着泪的Frida 然后呢 她把一个象征着 当时18岁发生车祸 刺穿了她这个 整个身体下半身的 那个公共汽车的扶手 她把这里呢 她把它画的 刺穿了她的心脏 可是呢 我们会看到 透过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到心是空的 那么心好像不在 但是心在哪里呢 心 大大的流血的心脏 掉落在地上 在这里 这是心脏 这是心脏的位置 然后她甚至幽默地 在她这个 好像象征公共汽车的 扶手的这上面 甚至还画了一个小天使 她画了一个小天使 好 然后我们会看到 空空的衣服 同样挂在这里 然后她的 即使这里 人在这里 但是我们看到 胳膊是空的 然后胳膊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边 一个呢 穿到了这边 一个穿到这边 好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 大家注意一下细节 这个画面 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我们看这里 她脚踩着一只小船 一双脚上是穿着皮鞋 然后有一只脚上 我们看到是一只小船 然后呢 这旁边有水 有水 好像想坐着这个船 离开 想乘风而去 可是呢 这个船又太小 她好像承载不了 弗雷达 甚至也承载不了 她的心 船太小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看 Memory 对于弗雷达的记忆里面 她的记忆里面 有一些什么 她全部画在画面里 我们全部都可以读到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幅 好 这一幅 这幅呢 是飞大的一幅自画箱 自画箱里 我们看到 很典型的 连心眉 连心眉 然后在她的很多 自画箱里 都会出现猴子 都会出现猴子 但是我们在 她的生活照里 我们看一下 在她们家里 她们真的有养猴子 养猴子 包括小鹿 在她的一些 家里的那个照片里面 家庭照片里面 都有出现 所以这真的就是她 在她生活当中 在她围绕着她周围的 这样的一些小动物 她把它画在了这里面 但是这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暗示 因为在墨西哥的民书里面 猴子 代表着性 猴子也有一个意思 是代表性 或者代表性欲 所以但在她的作品里面 都有出现猴子 所以人们也在猜测 那么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不断地出现在她的画作 包括自画箱里面 而Diego的不断地 在她们婚姻当中的 这样一个性的 这样一个行为 然后一个身体 不能忠实于 这位妻子的 这样的一个丈夫 所以有性 对于Freda来说 也是困惑的 特别是当Freda 又出于报复 而去和别的男性 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婚类的 出轨行为的时候 然后最后呢 甚至Freda呢 甚至还和同性 女性 有这样的出轨行为 成为一个双性恋者 所以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 对性的迷惑 我们很难去说清楚 在婚姻里面 这个性是怎么回事 然后对Freda来说 这也是造成她 很大痛苦的这一方面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可能有人说 性不完全等于爱情 性不完全等于爱 爱情也不完全等于婚姻 婚姻也不完全等于性 然后这里面 其实有太多 太多纠缠纠葛 和说不清道不明的 可能人性里面 很复杂的 这样的一面 所以Freda呢 会不断地在她的画面中 出现这样的一些作品 出现这样一些形象 所以Freda可能也在思考 也在迷惑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幅 这幅 这幅呢叫做面具 这幅叫做面具 这幅作品呢 其实我个人我也非常喜欢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呢我敲了人格面具几个字 我们会看到一个呢 是Freda的痛苦 我们说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戴着一些面具 去遮掩一点 我们自己内心的真实 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内心的一些脆弱 或者一些真实的东西 表达出来 然后其实我们是有点害怕 去表现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 愿意戴着一点 我们可能叫做 人格面具的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我们都会戴着一点这个面具 我们试图遮掩 试图彼此在保持一定的距离 保持一点安全距离 可是我们去看一下 Freda的痛苦 Freda的痛苦是 她戴着面具都无法遮掩 她的痛之极深 痛到她的骨髓 所以她没有办法 即使戴着面具 眼泪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她的情绪还在流露 没有办法去遮掩 或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Freda也没有想去遮掩她 这就是真实的她 她就是把她最真实的她 表现在画面当中 可能画作中的她 有可能是最真实的她 因为等于下堂课 我们会给大家看 Freda一系列的自画像 我们会在这个自画像里面 看到可能是一个 更真实的Freda 而且Freda自己也说 她说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更多的就是和我自己在相处 我要去面对我自己 那个真实的自己 好 下面我们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被称为是Freda 最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 这样一幅作品 叫做《水之赋予我》 然后这幅作品呢 其实呢 是Freda呢 在和Diego在美国的时候 当Diego 即使不如意 但是又不愿意离开美国 但是呢 Freda有一天呢 就跟Diego呢 有一个争吵 结果争吵之后呢 Diego呢 衰门而出 然后Freda呢 就很难受 很痛苦 然后她就在家里呢 就泡在浴缸里泡澡 然后在泡澡的时候 在那个浴缸里的水 然后就出现了 她可能很怀念的 很想念的 墨西哥的 这样一些情景 比方说 她会出现有她的父母 她会在这里面呢 画了她的父母 画了她的父母 然后呢 甚至呢 还有她自己 然后还有她的 其他的一些 就是她的 能够联想到 包括墨西哥的 这样的一些植物啊 等等 然后甚至呢 她在这里呢 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帝国大厦呢 然后坐落在 火山上的帝国大厦 就一切 好像即将要崩塌一样 好 所以这里呢 她其实有一点点 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她有一点点像 超现实主义的 我们把梦境 或者把不可思议的东西 把它结合起来 确实非常有 超现实主义风格 但是实际上 对于福利大来说呢 这并不是她的梦境 这就是她在现实当中 经历的 和这个 此时此刻 她泡在浴缸里的时候 她老大也能够想到的 怀念的 然后她能够想到的一些情景 她就把它画下来 好 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看到福利大的双脚 她的脚 结果实际上 仔细看一下 她的这个地方的脚趾头 其实有伤口 大家看 有裂痕 有伤口 这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真实的表达 因为后来呢 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 然后医生就发现 她的脚 其实早就已经有伤 而且这个伤啊 已经伤到骨头 有坏事 就已经没有办法医治 最后呢 就福利大没有办法 就进行了截肢 但是呢 截肢的时候 或者截肢以后 福利大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说 如果人类有翅膀 可以飞翔 我还需要脚 干什么 所以福利大从来都是一种 很轻松 很幽默的方式 去对她身体的这样一个 不断地要受到的这种创伤 和病痛 然后包括她的这样一个 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波折和状态 好 所以这句话呢 这里有一句话 是福利大说的 她说 是别人告诉我 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 所以福利大同来不认为 自己是超现实主义 虽然她的绘画风格 和超现实主义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 好 今天呢 我们看了福利大 众多的很重要的 在她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些作品 但是另外还有几幅作品呢 我们放到下半场 然后放到下一堂课 我们来给大家呢 做一个介绍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